旅居南非僑胞2017年在駐南非代表处協助下 成立大約保區僑借急難救助協會 两年来帮助境内外僑胞急难救助事件共11件 深受僑胞肯定 帮助了不少的台僑在这里有的是被抢 有些是法律问题 有些是签证问题 这些都迎刃而解 日前協会举行大会举办讲座 仅60位侨胞就居家安全及健康发言分享经验 驻南非代表处贺中意以三星两亿 赞许会员急功耗益的精神 三星就是代表信心 放心以及向心 那两亿方面的第一个亿呢 我想当然就是善意 那因为急难救助協会的成员 都是基于这个很强的一个善行的这个意念呢 来投入金钱时间及资源来提供协助 那借由平常急难救助協会的推广宣导 也使我们的国人跟侨胞能够更加留意平常的生活 要注意安全 会中同时举行新救会长交接仪式 新人会长表示 希望桥界继续给予支持 团队为坚持守望相助的精神照顾侨胞